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近七旬 他声称老伴背叛婚姻 有苦难言 他表示自己生不如死 专家上门多方调查 真相究竟是什么 六旬老伴情变之谜 都市情缘 今晚播出 都市情缘 情暖心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你的老朋友亚之 节目开始之前先给大家做个提醒 由我们栏目策划的大型相亲交友节目 正在接受大家的报名 如果您有需求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都市频道的报名热线 079188316800报名相亲 当然了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报名 好的 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电话录音 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打来的 老人说自己的老伴这些年非常嚣张 不仅让另一个老太太正大光明地住到了家里 还经常对自己拳脚相夹 这让他完全没有办法再在这个家生活下去了 老人希望我们去帮他走出绝境 面对如此恶劣的情况 我们的记者随即赶往了福州市 找到了向我们求助的老人赵宝龙 跟记者见面后 68岁的赵宝龙老人带着记者来到老伴的房间 开始控诉老伴这几年来的荒唐行径 说到老伴的婚外情史 老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起始大忠 三十多年被蒙在鼓里 这让他对老伴于受伤失望至极 赵宝龙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 据他介绍 老伴于寿昌年龄和他一样 都是68岁 那如果那位老太太比他们俩还大七岁的话 就是一个75岁的老人了 如此这般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这么真切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赵宝龙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作为余寿昌 他是为何能够如此这般大胆妄为呢 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赵宝龙说自己近几年来 两只眼睛都不大看得见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老伴和那位老太太才会如此嚣张 每每想到这些 赵宝龙老人就气自己为什么看不见 气老伴是个没有良心的父亲汉 他不明白 当初自己义无反顾 嫁给了一穷二白的丈夫 为什么到头来就换来这样的下场 从结婚的那一天起 那是比较什么都没有 一点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根筷子 他爸爸妈妈一根筷子都没给他 那个时候的日子还是过得比较贫穷 都是你们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都是我一点一滴积累的 老人告诉我们 从1976年结婚到现在 自己和老伴余寿昌 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42年 当年赵宝龙是下放到农村的城里姑娘 而余寿昌却是个十足的农村穷小伙 但是身份的权术并没有阻碍他们之间 美好而单纯的爱情 领着各方压力 这对年轻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买了新房 培养出两个女儿各自成家立业 生活不愁吃穿 赵宝龙说这都是靠自己的节俭 才积累下来的 但倘若事实真如赵宝龙所说 余寿昌婚内出轨已经有30余年 那真是对这段婚姻再讽刺不过的事情了 相伴走过40多载 如此赵宝龙一心只想放弃这个家庭 而他说真正让他下定决心要放弃这段婚姻的 是这么一件荒唐的事情 这个年轻啊 这个年轻我把这个造好了 年轻也杀尿 就是他杀了尿在这里 你的电热毯跟这个被子 是啊 我这个我拿到那个派出所办案 这个电热毯 我拿到派出所办案 派出所还的人 的人给我拍拍照 这个一个姓杨的杨警官 他现在已经调走了 你就是说这个对面的这个女 他叫什么名字啊 赵宝龙点名道姓的 说出了这位老太太的名字 希望我们的记者帮他讨个公道 只是让人疑惑的是 如果那名老太太能够在赵宝龙家中 做出这般恶劣的行径 作为余兽昌来说 怎么就没有底线的在纵容呢 寻找神秘老太 却有意外发现 老伴现身 他为何如此强硬 有一件事是真的 那我同分这 那判我同分这 我最有因的强逼我的心 六群老伴情变之谜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来自辅州市的赵宝龙老人 向栏目求助 说自己的老伴 余兽昌欺负他 双眼看不见 天天让另外一个女人住进家中 让他苦不堪言 如果赵宝龙老人所说属实 我们很想知道 作为余兽昌而言 是如何能够做到 对自己的糟糠之妻 这般的不管不顾态度呢 而就在赵宝龙 跟我们诉苦的时候 余兽昌回来了 绝对没有这个事 我到现在一直 他是我的唯一 余兽昌面对记者 一直在否认 这在我们看来 是非常本能的反应 可他的一句 他是我的唯一 还是让我们隐约感觉到 在这件出轨事件背后 可能还有其他的隐情 我是说 如果这几件事 有一件事是真的 那我同分这 那他们同分这 我最有因的强力我都行 余兽昌的答复 让我们很震惊 因为赵宝龙告诉我们 那位老太太 就住在他们家对门 我们记者决定 先去找对方问问情况 阿姨 您好 请问这是XX的家吧 我家 这个就是XX的家吧 不是 不是啊 您就是住在这家吧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还没等我们的记者 抛出问题 对面的邻居 就直接先发指人 说赵宝龙脑子有问题 对面的邻居说 自己名叫黄小梅 和余兽昌赵宝龙 是老同事和老邻居了 而听到赵宝龙 如此这般说法 他觉得简直是无稽之谈 对比之前赵宝龙所说 李贵湘今年75岁 而对门的这位邻居年龄 在50岁左右 和老伴一起在儿子儿媳家 帮忙带孙子 这显然是对不上号的 而当我们问及 是否有李贵湘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回答也让我们大吃一惊 黄小梅告诉我们 他和余兽昌 赵宝龙都曾经是 辅舟电机场的员工 之前大家都住在厂区的老宿舍 彼此之间都是知根知底 而这个李贵湘呢 确实也是有这么个人 且不说现在拆迁 连人住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 还在工厂做工的时候 人家除了跟余兽昌 在一个车间 就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更别提赵宝龙说的这些事了 他老是不坚持 他1110到这里 到了好多次 他就说了 知道吧 你每一次就报名 说起赵宝龙 邻居黄小梅表示 这个小区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他头脑不正常 110到访也是家常便饭 相比之下 他觉得赵宝龙的老伴余兽昌 更值得同情 林居读定的说法让我们逐渐对赵宝龙一系列的说法产生了怀疑 当我们再次和余兽昌交流时 他向我们的记者道出了自己内心的委屈 我这十年度日如年 眼泪往度里头 经常吵闹 晚上 他去翻箱倒会 看看你丢了什么 自己藏的东西 记性又不好 眼睛又看不见 想到哪样东西找不到 就站在阳台上 对着对面骂 他就说就在对面 于寿昌说 自己的爱人出现这样的症状 已经有足足十年时间了 这十年来 他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把自己折磨得生不如死 原来最早我在他房间里 两个人还没有分开的时候 他就能说三个人睡于上 他说这样的话 后来他就不要我在那里住 是他让你不要跟他 对对不要我 把你赶到这边来 妻子突然间出现这样的情况 让于寿昌措手不及 相如以沫似是余彩 于寿昌说 自己只有对赵宝龙一再地妥协 搞得自己也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在这边来 他就天天晚上还要来摸 摸啊 墙上摸啊 拿棍子 墙底下打 打个块头到处看啊 每天晚上都会进来 他 白天就睡觉 晚上去 晚上就吵闹 一到晚上就夜夜都是噩梦 这是于寿昌对自己 这十年来所过日子的形容 因为晚上经常被妻子弄醒 于寿昌说 自己也得了精神衰弱 他这种莫名其妙就反映我跟您在外面有女人 他就在想 他在想啊 哪里有女的 就是我车间就是唯一的女的 我跟他去 就是您车间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同事 是啊 就是这样一个女同事 比我大七八岁 辛辛苦苦一辈子 本想着终于退休可以颖养天年了 没想到赵宝龙却突然变成了这样 搅和得家无宁日 我还不能出去 我一出去 他又向着我什么时候回来 晚回来几分钟 他就说 你到哪里 他就说 你就到见那个女的 我根本就现在这几年 基本上是佛他形影不敌的 每天都是在一起的 都是他面前 要出去 两个人出去 他都跟着 这些年的苦于受伤一言难尽 而此时我们才知道 从今年开始 女儿余霞为了缓和妈妈的情绪 特意带着孩子住在了娘家 而一说到自己的妈妈 余霞就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不知道怎么去解脱的感觉 你都说我要去解脱 你都不想在这个家生活下去 对 我还可以逃离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家 是吧 我爸爸根本没办法躲 今年刚生了小女儿的余霞 在住到家里来之前 一直想着可以通过一个小生命 缓和一下家中的气氛 让妈妈少胡思乱想 可这样的想法却是徒劳 妈妈总是会突然之间失控 根本不会顾及家中 还有个小外孙女 脾气暴躁起来的时候 就比较疯狂 没人说 别人说的话 谁都受不了 说实在的 谁都受不了 现如今的情况已经明了 所谓的出轨打骂 都是属于赵宝龙毫无根据的想象 而他这样的行为举止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 这个家庭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搞得家无宁致 人人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于寿昌和女儿也曾经想过 要带赵宝龙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 可是但凡提到要看医生 赵宝龙就会情绪失控 那么这样一个家庭 我们又该如何去帮助他们呢 苦难家庭如何拯救 三位专家挺身而出 面对面沟通 诊断病情 生活曙光再次显现 你经过治疗以后 他病情一定会繁解 有些繁解到跟正常人接近 有些繁解的大部分 然后你们的生物质量就会很好的 六巡老伴情变之谜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往日温馨不在 整日鸡犬不宁 家不像个家 除了想要逃离 就是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于寿昌对自己现在生活的总结 看到精神时刻都处于崩溃边缘的一对老夫妻 我们决定展开帮扶行动 记者在返回南昌之后 立即联系了南昌大学附属334医院精神科的专家 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三位南昌大学附属334医院精神科的专家 在认真听取了我们的介绍后 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考虑到现在赵宝龙情况的特殊性 也结合他非常信任我们栏目组 希望我们能够介入调解他和老伴之间矛盾的情况 我们和三位专家达成一致共识 充当三位调解老师 去了解赵宝龙是否具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以及患病程度 在把这一想法和于寿昌 以及于霞协商得到赞同之后 我们的记者和三位专家 立即启程前往福州赵宝龙家 叔叔 我们来了 今天是这样的 我带了三位老师 那个阿姨在家吧 赵阿姨在家吧 都在家 女儿也在家 我今天带了三位老师来调解一下 好不好 赵阿姨 来来来来 我们带三位老师进来坐好不好 坐坐坐 我们坐下来一块聊一聊好不好 今天我带了三位老师过来 他们呢也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这个调解的这个专家了 有什么想法跟老师说 好不好 我们也是尽量想帮帮忙忙 行不行 我们也想帮助你们 因为作为调解嘛 今天家里面发生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也希望你们通过调解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坐下说 好不好 好好好 看到三位调解老师来到家中 赵宝龙显得非常开心 可能是长时间的不被理解和压抑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找到了靠山 面对三位老师 他滔滔不绝地 开始说起了老伴出轨的事情 就这么把头发一刺 头发就掉 就往地上掉 就这么掉 掉全掉了就这么刺 头发就是这个 我在这里还得过这样的事 吃晚饭 就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就打瞌睡 就想打瞌睡 打瞌睡不知道就怎么睡着了 睡着了爬起来 鼻齿地倒下去 除了列举老伴出轨的地庄庄事件 赵宝龙还向三位老师描述起了自己所遇到的离奇事件 他说自己总觉得老伴和那个老太太要陷害自己 这让他每天都惶恐万分 三位专家以调解的方式一步步解读赵宝龙的内心世界 这让他的情绪也趋向平和地和老师们沟通着 精神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没有 还是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说你觉得你怀疑你丈夫的 你这些东西你觉得是正确的 正确的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怀疑还是正确的 对 在和赵宝龙 于寿昌以及女儿于霞沟通之后 我们的专家还和邻居单独沟通了一会儿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观察和询问之后 三位专家对于赵宝龙有了一个初步的鉴定结果 就发现你妈妈来 明显地存在精神不正常 精神病 我们考虑这个病 精神病就是一个精神关键生 虽然知道赵宝龙一直就是精神状态不正常 可听到医生当面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寿昌和于霞内心还是觉得很难以接受 我们的建议是在 第一 你们不要刺激他 第二 能够尽早地去就医诊断治疗 诊断是要做一系列检查 就我们今天来检查的精神检查 它的精神症状是非常明显的 肚鸡往下 它这个病 它这个精神的异常是逐渐加重 没有环境 是这么一个事情 是是是 所以就是还是要尽早地去治疗 对对对 专家们建议赵宝龙的家人 一定要尽快带赵宝龙去医院接受治疗 否则他后期必定会因为 诱发更加离谱的行径 甚至暴力行为 而在敲谈的过程当中 三位专家最佩服的 还是于寿昌这个做丈夫的伟大 这些话说到了余寿昌的心坎上了 十年来他一方面要忍受妻子对他的精神折磨 另一方面还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没有零花钱甚至没有家里的钥匙 可于寿昌还是想方设法地去开导妻子 带着他到处旅行 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 可是这一切对于已经患了病来说的赵宝龙都是徒劳 余寿昌能够在十年里坚持陪在妻子身边 或者说能够坚强地生活下来 可以说全靠自己强迫自己去调节 他坚持写诗 十年来创作千语首诗 在去年还被福州日报报道过 余寿昌的诗简单却不是真挚 饱含着他对生活的热爱 对美好的向往 而这十年 他也许只有在这纸笔之间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在劝说赵宝龙暂且放弃离婚的想法之后 我们的三位专家在离开之前 还单独和余寿昌做了思想疏导工作 我觉得你非常不容易 即使我认为他在这个病的过程中 他也在和我们的叙述中 也很深深地表达了对你的爱 确实赵宝龙时时刻刻念叨着老伴出轨 无时无刻不再控制着老伴 这本质上分析起来 也是一种带着有病态的爱 虽然日子艰难 但是三位专家觉得 只要能够让赵宝龙接受正规治疗 就一定能够恢复生活往日的宁静 你经过治疗以后 他病情一定会繁解 有些繁解到跟正常人接近 有些繁解的大部分 然后你们的生破质量就会很好的 然后就是你就是要防止意外的发生 防止他的暴力行为 然后你就是让他放心吧 就是时时刻刻黏着他 好吧 就作为少年夫妻老来办吧 祝你们幸福啊 好 谢谢 三位专家的到访 可以说让于寿昌和于霞 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这是一对曾经患难于共的普通夫妻 可于寿昌的坚强和隐忍 却让他们的这段爱情故事 变得不再普通 十年对于正常人来说 也许是弹指弥顺 但对于要忍受妻子折磨的于寿昌来说 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漫长 这实属不易 好在专家表示 只要赵宝龙尽快接受治疗 为时不晚 我们希望于家人 能够早日恢复往日的 平静快乐和幸福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在这就结束了 压制在节目最后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关旅游方面的好消息 首届庐山冰雪节马上就要开幕了 咱们的都市放心游推出了特别庐山滑雪两日游 不仅入住五星级地暖房 还有具有特色的高标准餐饮 同时带大家坐所到看雪 临终滑雪 一架全部包含在内 另外我们还有神秘主播带队 在这我还要告诉大家 省内省外境外的各条线路 只要是您想去的地方 咱们都市放心游都能够带您放心游天下 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 07918222722 另外呢我们在这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节目呢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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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